市民对近期抗疫很明显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有多了人,其实不单止市民, 包括一些政府自己的专家都说清零是不可能的, 梁卓妍都说了,梁卓伟都说过, 但大家见到似乎无论特首以至中央的宣传机器, 都是琴华智书碑闻说要捧一思想, 似乎是没有一个讨论空间, 但如果你留意网上的讨论, 你见到近期的做法不拒了风流, 排几个钟头检测, 或政府一而再改变抗疫检测的标准, 本来我三次,现在是说两次, 21日变了14日, 其实网上或其他渠道在这相当多负面批评, 以前被你捉了21日那些很不值, 他说为何之前要我三次, 三次是三乘四,十二个钟, 现在是八个钟都要, 所以我相信政府的标准不一, 以至做法上因应着疫情的转变, 而有很多适应它自己能力的一些应对方法, 是不能够充分去到市民那里, 也解释不了, 所以不满情绪很清楚, 留意我们过往请上来做抗疫相关的嘉宾, 积极那些说法, 他们除了关心对经济或他们的相关业务, 包括食肆、补习社的影响之外, 他们都很清楚觉得现在这个清零政策, 在概念上他们觉得不可行, 我想很多人都开始这样说, 再加上新乡社会也在变, 所以香港现在的做法就似乎跟主流世界的一些处理方式, 是真的不是很同步,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说服市民去接受现在香港的做法, 所以难度是大了的, 再加上现在大家看到, 对市民带来的不便是清楚的, 菜贵了, 或者买不到菜有些区话, 这些做法也都令到香港市民那种一时间的情绪, 是相当波动的我觉得, 我觉得是否长期趋势都会令到这种市民期望继续变差, 或者说对了政府评价继续变差, 继续看下去。 大家好,我们今天再次请到独立评论, 一般期指,就着最新的限聚情况限聚指数, 是跟我们进行评论的, 时间交给你了, 大家好, 先说回现在香港的疫情, 其实就逼而且确是几何级上的, 前日的数字就是三百零钟, 昨日就是六百多钟, 预计今天都会有八百多钟, 这个是卫生博物中心给的数据, 大家都会见到这几天我们很多市民都要在街上, 收围都是人龙,但这些人龙不是投票人龙, 而是一些去做检测的人龙, 在当中你会见到不少市民都是在职人士, 或者是一些老药,他们都要在这样的天气, 去排队,看见都心痛, 但因为这个是根据人民日报的说法, 这是一个国家的策略, 对抗燃的策略就是一定要不太清零, 要不然就是动态清零才是我们一个科学的做法, 所以我们都要跟着国家和政府的方法去做, 但我会看见现在我们香港为了动态清零付出的代价都不少, 如果大家会计算的话, 每个小时每个人的成本和资源大约是一百元, 现在大约是每个检查站都有十万人的话, 你可想而知我们现在抗疫的情况是去到比较不足, 因为每两个小时我们算式中两亿港元, 对于我们经济很明显已经造成一个很大的困扰, 事实上我听见很多朋友都说, 在这个抗疫的路上, 他们很多已经是明明有风开变无风开, 甚至他们已经失业了, 很多人都会说一句说话, 其实未中病毒死, 我已经因为经济出现困难,饿死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动态清零可能是一个 很科学的做法,但似乎不是一个人性化的做法, 为何呢,因为香港很多人工作上都是守抵抗抵, 这件事我们都应该要理解实际情况, 但香港政府只能叫雇主体量, 但其实有多少个雇主能够体量到我们现在, 小市民实际的情况, 事实上我们市民开不了工, 其实雇主都很无奈, 因为冷却现在坊间很多店铺, 都因为疫情的缘故已经捱不住, 都要举手投行,要走落, 所以现在我们香港政府为了做到动态清零这件事, 的确是不惜代价的, 这件事都要赚我们的香港政府, 为了跟随我们中央的致使, 都努力去做到这件事, 也都希望全香港市民, 就继续支持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国家, 要做到动态清零这件事, KC,我们都见到市民对于年日可能很多地方都封区, 或者要去强制检查, 都有些意见, 动态清零是否真的实现得到, 或者是否真的让市民可以感到呢? 我自己觉得动态清零也是那句, 而且是一个很科学化的数据, 但是是否人性化的做法呢? 那我就有考虑的, 因为我们都要明白, 我们很多市民真的, 尤其是没有积蓄那些, 因为香港有很多朋友都是决光族来的, 因为每个月可能租金, 等于火纳已经花了他们的一大半, 黄论说有多元的钱去做多少事呢? 而且因为疫情, 那有些蔬菜的供应都出现了很紧张, 或者一定缺, 你就会见到半斤的菜可以卖到一百二十多元, 那是否我们少市民民金, 担得起的钱一定不是, 所以这个清零的抗疫政策, 大家都要付出代价的时候, 那我们小市民只能够跟随着政府的路下, 也都希望大家给些包容, 和看现在政府的做法, 都是为了市民好, 这件事就是这样。 明白KC, 现在都仍在新年期间, 我想市民都是希望疫情, 就是快点快点过去。 今天跟你谈到这里先, 多谢你KC。